是赵少康 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今天非常难得在我们现在就请到了 特别来宾张曼娟老师 曼娟你好 张大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每次访问你都觉得 访问你就是一种享受 谢谢 我们听众常常反应 常常问我听到今天早上你访问张曼娟的 中午就很多人就会跟我讲 会碰到很多人 那当然好 今天多目标了 好几个事情 一方面的是 黄冠给你出两本新书 其实好像三月什么也哪里做 还是二月用做一个专辑 对对对黄冠杂志 黄冠杂志 那时候还特别来访问了赵大哥 感谢感谢 那里就说 你帮他们写很多年了吗 好像我看最 对其实我的第一部 就是比较被大家所了解 海水正兰 那个时候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暑假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就投到了黄冠杂志 后来平先生那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 你就也不认识他们就投给他们 而且我完全没有知名度 可是平先生那时候看到这本小说 他就很喜欢 然后他就用一个推荐小说的方式 就在皇冠上面就登出来 所以后来 后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很宏洞 但是后来大概隔了两年之后吧 那出版社出了这本书之后 就以海水正兰之文名字嘛 然后这本书后来就大卖 两万多字呢 海水上来知道吗 对 这次呢 就是曼娟把他过去的一些精华 精选 那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小说精选 一本是散文精选 小说精选叫做烟花渡口 14篇小说 然后呢 散文精选叫做刚刚好 28篇精选的散文 刚刚好其实蛮好的 很多时候刚刚好嘟嘟啊喝 这个质量用中不多也不少 我觉得真的是刚刚好太好了 你怎么想出刚刚好这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的那个封面文案上面所说的嘛 其实我这些年来创作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我的生活圈很大 或者误以为我的生活很精彩 多彩多姿 对对对 白天有白天场 一百个男朋友 然后一百个party 有不同的这个 其实不是这样吗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其实后来跟我比较熟一点的朋友就很惊讶的发现说 哇你的生活怎么可以这么简单 或者是说你的你的生活圈怎么可以这么狭窄 但是你还能写作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所以我后来我就在想说 对啊 其实我的世界很小 对很多人来讲 这世界太小了 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 可能我比较向往是一种单纯的生活 也或者是因为我的世界很小 我认识的人也不多 所以我就很珍惜跟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之间的一些过往啊 或者是一些交流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不算小了 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刚刚好的世界 有了这个点子之后我再回头去看我的散文 我就发现真的这个写作者 就我本人啊 25年在这么一个很多人看来是小小的 在我自己看来是刚刚好的世界里面 确实还完成了蛮多的创作 刚刚好 不过有人讲 有些作家什么叫身体力行啊 他要进入各种 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要进入各种不同的这个生活 然后他 他为了他写作 他说他必须要这样 对 那你可以不必这样 我不用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 医生要去扮演很多种不同的角色 他的生活经历必然丰富 但是他的创作是不是一定可以很丰富 其实很难讲 因为当你在做很多不同事情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很多时间 精力 心血 情感 都分摊在很多不同的事情里面 那么你在投入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相对的你的时间跟你的精力 就会比较少 所以我的方式是 我并不必一定要亲身经历 但是我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我会去观察很多人不同的生活 而且我很喜欢倾听别人的故事 所以在倾听别人的心情的时候 我也会带入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后来发觉 其实我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的人 对 所以就差一点点 就会变成我的一个精神困扰了 我想就是 你要再敏感一点 你可能就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刚刚好 对 刚刚好 没有太着过 对对对 不过当然 我们也看到很多男作家 或是男艺术家 不断的在换情人 对 比卡扭对不对 他得觉得作家嘛 艺术家嘛 就比较用比较宽容的 比较体谅的了解的态度来看 对对对对对 那很多人也说 他们之所以有这么伟大的作品 这么多好作品 就是因为他感情之后很丰富 所以他不断的在谈恋爱 不断的有新的情人 不断的心灵上有很大的冲击 对女作家不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觉得大家对于男性都会 比较宽容 特别是在情感关系上面 或是两性关系上面 都觉得男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吗 我曾经听过一位 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就是雅贤老师 是人 对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 比较轻松的场合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不知道谈到了哪一位作家 就是说 这个作家算是文学成就很高 可是你看 他总是会发生一些这种 就是让别人觉得 风流运势不太好 不太迷运的事 那就是雅贤老师就说 哎 你们要知道 男人是这样 他的上半身管不了他的下半身 然后大家就玩耳 觉得很有趣 那事实上我想 对于每一个艺术的创作者来讲 他都有一个激发自己灵感的方式 像刚刚赵大哥提到那个比卡索 对 他的一生就是要有很多的女人 但是也有像夏卡尔这样子的画家 他的一生只有一个他的最爱 其他的只是他的生活伴侣 但是并不是他的心灵伴侣 那他的钟情 他的深情也成为他的艺术创作上面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辉煌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选择不一样 我看到你有去看那个夏卡尔的画展 对 你看到有灯 对 好 那么 要不然简单介绍这两本 因为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有看 但是因为太多了 你小说就有十字篇 那这个散文刚刚好有二十八篇 要不然特别你觉得要跟我们这种介绍 对我想先从那个刚刚好开始说 其实刚刚好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的阶段 因为对一个写作二十五年的人来讲 生命历程确实会有一些不同 那最初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是介于一个学生和刚刚进社会的这个中间 那时候的作品我现在自己来看觉得 哇真的是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那当然就是好像很多人的青春 大概都是像类似这样的方式在度过的 那时候对于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憧憬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常常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他印象里头我曾经写过一篇作品 就是幻想自己未来的生活 就是每天早晨呢先生去上班 然后我就去交花 这样的话之后呢就骑着脚踏车 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顺便买一些刚出炉的蛋糕 然后再骑着脚踏车 经过幼稚园的门口 然后呢就请老师 我刚才买的蛋糕送去给我的孩子 然后顺便在门口偷偷看一看孩子 跟孩子招招手 然后再回家去做午饭 说哇那时候感觉慢 觉得你好像好幸福 可是你看你后来的人生一直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能他不会觉得遗憾吗 其实我不是他的提醒 我都已经忘记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 因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阶段 真的就是那时候最低一个阶段 真的对于未来就是 工化了很多很多的 自己觉得会是很幸福的一些场景 当然后来有些实现有些没有 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 其实是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教书 彻底的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那那一段阶段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 把我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 而且因为我在香港的知名度 并没有在台湾这么大 所以其实很多学生他们对我不见得了解 然后他们也不见得听得懂普通话 可是我又不会讲广东话 所以你就因为那时候是97年嘛 才刚回归 他们的普通话讲的也不好 现在都很会讲 现在很厉害了 那我们这样怎么样 所以我以前到香港讲英文 我觉得很荒唐 跑到香港去 那么多中国人都讲英文 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讲英文 对 那后来我在那边我就发觉 哇 这是我人生的大挑战 因为你怎么样可以在语言 不是很通的情况下 让学生们认为你是一个认真的老师 而且你真的可以教他们东西 结果经过那样的挑战之后 我后来班上学生非常的多 而且那时候也被整个系上的学生投票 就是选为那一年 他们觉得最杰出 他们最喜欢的老师第一名 那对我来讲 是人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让我变得比较有信心 但是也让我更加清楚知道说 其实我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 我发觉当我已经设定一个目标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会变成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事 其他的事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接下来就等我回到台湾 就进入第三个时期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里面 就是已经很确定知道 在感情上面 或者在自己未来人生规划上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就更想要讲一些 可能大家比较忽略掉的故事给大家听 比方说 在你的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些失去的事情 但是除了失去之外 失去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获得 那我们怎么样从失去里面 比方说找到力量 或从失败里面 找到重新再站起来的力量 那这些我觉得要有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经历之后 自己在作品里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是 我想班军方已经 威威到来啊 从大学到现在 一些历程了 你在香港多久啊 我在香港一整年 就97年到98年 那喜欢那地方吗 我喜欢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在那边待很久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都是我是一个心灵空间比较小 但是我需要一个比较沉静的一个环境 香港太吵了 香港有时候竞争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有人说当然就是我其实每次到香港我就觉得美食很多而且都好吃 不是连一个什么茶楼啦或是一个什么茶餐厅 可是我听到很多去那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觉得很无聊很单调 我觉得饮食太单调其实吃不好还没有台湾吃的好 这个你知道就是说可能他比较偏重广东菜或是内的就是他比较不像台湾有这么多面向 这个这个天南地北这个不同的西方啊日本啊就是不同的这个这个美食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听到我去香港啊哇哇哇哇哇我们每次去都觉得好吃不得了 他们都觉得很无聊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去香港的时间没有很长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挑选一些精华的 可是你真的如果在香港住下来 因为你很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啊反正吃还是去都是这一些 其实我之前有看网络上一个很有趣 他说亚洲城市的什么七宗罪 其中台北的罪就是报应报事 就是就是贪吃啦 对 其实我认为那是对台湾的赞美 我也觉得因为我们有太多好吃的东西了 因为其他都是什么贪心啊嫉妒啊好色啊 那其实不好好吃有什么关系 好吃就表示我们这里好吃的东西多 其实我觉得其中从某个角度 那记者是为了去复合 这个甚至穿着附会圣经他的七种罪 但其中里面其实说是罪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是一种赞美 我认为 我也觉得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张曼娟老师 谈两本新书啊 刚刚好跟烟花渡口 我们去吧 discrete responsabil 非常 烟花渡酒